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热即生风 热即生风 我们的解释上说是高热 繁着了肝筋 筋脉乱缩而生风 所以它的特点常常是说是在高热 这个高热的时候可能见到的疾病种类可能就很多了 只要是高热的 是吧 那么它可以生风了 我们现在我们中医这儿在讲呢 这是肝风内动的一种 是肝风内动的一种 因为它不是说是不是 它感受的是弱血 或者是其他丈夫的火作刺身影响到了肝 最后繁着肝筋而抽风 并不是直接感受了六阴邪气的风而导致的抽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外感六阴的那个外风症 所以说它是内风的 但是这个时候说我们虽然中医说它这是肝风内动 但是这个病症在临床具体病症 病人患病的时候 你切记不要说那个病一定要想到是肝脏的这个病 是不是 我们说它肝风内动是属于肝病的范围 是说因为它的抽风 这个抽风又不是外风 所以我们叫肝风内动 说不定它这儿就是一个很多很多的其他发烧的这些疾病 现在说感染发炎高热了 高热那么它哪怕就是一个感冒 可以感冒高烧烧到抽风筋诀 我们说热即身风 所以在这儿的话 注意这个热即身风也非常特殊的这一类的表现 当然我们中医在说 那就还有可能我们说的温热病 以后大家学温热病里边会说到的那些高热的时候这些抽风 温热病相当于现在说很多可能就是那些急性的传染病 感染性的疾病 所以在这儿来 这个我们说是肝风内动的一种热即身风 第三那么阴虚身风血虚身风 第三第四的这是刚才在讲肝阴虚肝血虚分别提到了 阴虚主要是入洞的特点 手足小关节入洞 血虚是肌肉食于入洋的麻木整菜 肌肉这种跳动抽动 有些用了这个认动这个名词 就指的肌肉这个抽动跳动 肌肉肉动这个跳动 所以这一类的是血虚身风的这种身风的现象 极左那你就说刚才说的就不能随便混淆了 你不要说血虚身风就是脚功反章再加上面瘦蛋白 血虚身风怎么也不会软缩到那个筋脉软缩到脚功反章 就注意这个就是他们适者的鉴别这个风向注意下各有特点教材都分别一一说到看的时候把这些注意把握好 其他的伴随的坚证 我们说这个就反复讲过了就容易记了 血虚那些蛋白的特点 阴虚那些潮热的特点 就很好记了 很好办 这是大概在干风内洞这四个阵型里边也是要注意的 所以我们说干风内洞正在丈夫辩证里边也是一个比较重要需要特别注意特别看特别记的阵型 因为他虽然说的是一个阵型干风内洞 其实呢 下面是四个阵型 表现各不一样 你要把它间别清楚 定机都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特别注意 前面还有一个阵型也是一个名称 但是下面其实是四个阵型的 哪个阵 哪个病症 心病变症里边 哪个阵 心病变症里边 一个阵型名称下面要分四个来比较鉴别的 心脉 必主阵 说一个心脉 必主下面要说究竟是御主心脉 还是气质心脉 还是寒宁心脉 还是潭宁心脉 是吧 这些就要特别注意一下 不是你随便说几个症状就完了 是吧 其他的一些阵型就比较单一一个一个的阵型 就好办一点 比较好办一点 这是比较重点的一些阵型 重点的阵型 这是肝蜂内动症里边临床表现第二的一条 第三再注意一点的 如果说出现了肝阳化蜂呢 就有了昏触 刚才我们说这个就叫什么呢 肝阳化蜂最严重的可以处然昏触了 重疯 那重疯的病人 如果你临床上看到了之后 又得注意了 重疯昏倒了 我们一定要把什么区分清楚 一个或者是蒙蔽心神 一个人或者是什么 气机脱实了 所以昏触不醒的 重疯 是吧 肝阳化蜂再严重的可以到突然昏触不醒人 是重疯了 那重疯了 已经昏倒的病人 你这个时候的治疗辩证都不是关键的看他是肝阳化蜂怎么去治疗他的肝风怎么吸风止静 已经昏触了 已经昏复了你要赶快怎么样 把他醒神抢救过来 新神让他 那你要抢救让他新神恢复过来 那就要变这个了 到底是什么 前面前面在讲气 气的辩证里边说的究竟是臂主于内的气壁还是气机脱实于外的气脱 是吧 在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的人就叫气壁或者气脱 在灵床上说到这个人就叫中风避震还是中风脱震 这就是指的中风的时候究竟是心神心气被蒙蔽于内而昏触吗 那你治疗上是芳香开窍 或者是阳气脱实而昏触了 你要回阳故脱就腻 先把这儿雇注了 再说其他的肝阳化蜂怎么去平肝前阳西风止静 所以就这儿还要注意 至于怎么鉴别这个避震和脱震 怎么鉴别 还有点印象吗 说明你们学过吗 还有点痕迹吗 一个是口开 一个是气壁的压关紧闭 用的术语是压关紧闭 都知道一点是闭着的 那个就是口嘴话 是吧压关紧闭 你就是专家了 说的是术语了 是吧 气脱的脱震的 撒手 撒手 贪软的 气壁的 避震的 两手握故 术语就是两手握故 是吧 你们都知道抓紧的 现在说肌软的强执的 术语是两手握故 是吧 再有第三点 二变 对 气脱 气脱的是二变 实际 气壁 避震的 二变 必受不通 是吧 这几点 所以我们又说又是一个复习嘛 是吧 复习一下 反复强化记忆了 都还没记住 下来复习的时候 翻过 回过头 翻一翻 是吧 在气的辨证里边有这些 这就 肝阳化风症的一些临床表现 或者整个肝风 内动症的一些表现 临床的 诊断的一些特点 把它把握好 这是第二 第三 那么顺带说到的肝风 内动症的治法 也是说 由于几种原因的不同 病机不一样 虽然都可能用一些 西风止径的办法 但是差别就在于 肝阳化风是肝阳抗胜无治的 所以你要 平肝全阳的 是在前面平肝 那个 前面说 汁水寒木 平肝全阳那种基础上 再加西风止径的 热即生风 当然要清热 把热清了 热血不再繁着干净 才可能导致这个 是吧 能够西风 阴虚血虚生风 分别在本质上 都要加 滋阴或者 不血的药了 所以我们笼统的说 他的这么一些致法 以后大家学了相应的一些中药 方剂 那可能选用的一些方药 就不一样了 都是肝风内动 都是动风 他要选用的方药 肯定就不一样了 这是肝病里边最有 很有特点的一个阵型 肝风内动症 注意的这么一些问题 最后肝的病症 最后的这一个肝 寒致肝脉 属于肝的一个寒症 这个寒致肝脉 在肝病里的肝病的所有阵型里边 算是最简单一点的一个阵型 寒致肝脉 从概念上来说 教材188页的最后这一段 是吧 从概念病机来看的话呢 根据这个名词 顾名思义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寒血凝脂肝筋 是吧 那么这就是寒致肝脉了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肝的一个寒症 而且一般说来也是说的肝的实寒症 因为寒血凝脂肝筋 外来的寒血是实症 是吧 而且我们一般情况下又不说肝阳痴 所以作为肝的虚寒症 基本上也是不存 不存在的 是吧 所以一般说这个肝的寒症 都是一个实寒症 寒致肝脉 寒致肝脉 这就是一般的概念 名词比较简单一点 教材上写得清楚了 那么具体的看 寒致肝脉症 它的临床表现 教材所叙述的 189页第一段 所叙述的这些表现里边 最主要 既然它寒致肝脉 是一种寒血凝脂于肝筋的 一些这种寒症 当然肯定应该算是一种 理寒症 实寒症的范围 是吧 所以按八纲辩症 所说到的这些理寒症 实寒症这些症状 它都可以有 是吧 得温得减呢 洗温呢 是吧 麦池呢 舌淡胎白呢 那么这些脂冷呢 那这些一般的寒症 肯定是可以有的 是吧 可以有的 那么差别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最主要 它是影响到肝筋 要找的这个定位的症状 对 和那个前面说 其他的脏腐的一些寒症 不一样 那么作为寒致肝脉里边的 肝筋的定位症状 最主要 就主要就这么两个了 或者说寒致肝脉症 临床上一般所要 辨证疾病里边呢 大致最主要就是 这两个病要说到是寒子肝癌的 然后 一个说的少腹 阴部外阴 或者说阴南外阴 这些地方的疼痛 肌卵冷痛 那么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 类似于现在说 最类似于现在的什么呢 少腹就是现在说腹骨沟 腹骨沟孔这儿 小肠下坠下去了 所以这儿就有肌卵疼痛 一直牵引膏丸阴部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类的少腹膏丸 这个冷痛的脏痛的 这个又有一些胃寒脂冷啊 这些一般的寒症 那这个时候的寒脂肝脉 从病种上来说 就主要说的是这个 善气这个疾病的 这就是小孩容易患的这么一种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因为中医说是足绝因 肝经循因其过少腹 所以我们传统的说 这个是寒治肝脉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呢 就觉得这个是小肠 从腹骨沟孔这儿下坠下去了 所以只从这个 居部的解剖这个脏器来说呢 所以后头 后面有些后世 有些就给他这么一个名词了 说小肠气痛 是直接说呢 是小肠这个脏器下坠下去了 引起了一些脏满疼痛 传统的辩证呢 更爱说的是寒治肝脉 所以大家学了这个中药里边的 很多这个行气止痛 方向止痛的药 是不是有很多提到 是可以自算起这个疼痛的 是那些药里边 是不是多多半来说都是比较温造的 是吧 温而方向的 所以这一类的 他说寒治的 菊落了 是吧 菊和了 是吧 乌药啊 是吧 那么这一类的 小茴香啊 这些嘛 是吧 所以他这儿就是说 这个是一种寒治肝脉的 一类 第二的一个说 他辩证要点上说 祸颠柠能痛 这意思是另外一类疾病的 比如说这个病人 这儿又有 这个小肠的这儿 是不是 这个少妇的那个冷痛 又有癫顶头痛 因为这儿癫顶头痛的 按我们前面讲 问诊说 那个癫顶头痛就是什么了 绝因头痛 是朱绝因干净上达癫顶 所以他能主要是头痛这种病症 主症来就诊 是吧 而又主要是在癫顶这儿的 那么这儿 中医说肝的 朱绝因肝经上达癫顶 疼痛又是冷痛 当然属寒 所以在这儿诊断 他是寒治肝脉 所以整个寒治肝脉 基本上最主要 就说这两个病的 是吧 所以教材在说到 他的主症 前面说的这个主症 就是这两个 所以我们进一步说 他的健庇的疾病 就基本上是这么两种 两种 这是寒治肝脉 比较常用的 或者 所以我们说寒治肝脉 就比较简单了 就主要是这么两个病的 上为一类的 治疗上来说 那么寒治肝脉的话 主要的治法就是 寒症 寒者热脂 都是要用温热药去治疗的 所以就说暖肝散寒 这就作为肝病的一些 常见阵型 肝病的最常见的一些阵型 提到这么一些了 前面的 是吧 六个阵型里边 都比较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第七的 这个寒治肝脉 在肝病里边 就算最简单一点的 那么整个肝病的这些阵型 都具体的这么一些阵型 都讨论完了 回头我们又再说 肝病之间 所有这些阵型 刚才说了 最重要的一个阵型 是什么 肝气欲节 肝欲气制 那么为什么 我们说它是基本阵型 为什么要强调 它是一个基本阵型 看看 肝阻输泄 不能输泄了 就欲节 欲节那个刚才说了 那个是最基本的一个病基 肌力变化 阵型上 是不是肝气欲节症 如果得不到 很好的治疗控制 可以发展 引起肝病的很多阵型 如果能 这才能说 那个阵型 是叫基本阵型 这基本阵型 和基本病基 是有差别的 是不是 我们说一定要注意 这两者是有一定 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 比如说肺 我们可以说 它有基本病基 是叫什么 肺死宣将 因为肺就要宣发 速降 一旦宣发速降了 肺功能要失调 是宣将 是它的基本一个病基 特点 但是没有说肺 有什么基本阵型 不是说 哪一个阵型 可以导致肺的 很多很多很多病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 是不同的概念 那么现在 我们就说 肝病的基本阵型 为什么要说 肝育气质症 是它的一个基本阵型 是吧 那么就是由于 肝气育结 除了出现肝育气质 那些气育的很多表现 还不仅有气肌育质 甚至于还可以有 弹琢磷质 有血液育质 引起很多很多病的 是不是 已经够复杂了 就肝气育结 已经够复杂了 但是那么如果这个病症 我们说肾肝行气 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控制 它进一步发展 气育了之后 可以怎么样 气育可以化火 气育育眼可以化肉 是不是 可以化肉 所以肝气育结 我们说生活中间也是这样 刚才分析了一些病 也是这样 开始可能是肝育了 闷闷不乐 闷闷不乐 久了 怎么样 烦躁易路了 烦躁易路了 甚至于吐血了 那个就叫肝火赤身症 因为它育而化火 化火了肝功 肝的功能就表现出来 亢奋 所以就烦躁易路了 气火病走于上 血病情于上 可以吐血昏厥了 这就说明它气育 如果得不到很好控制 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为肝火赤身症 肝火上炎症 这个可以了 那么火热 进一步加重 火热太盛了 热血症怎么样 热血对可以怎么样 伤筋 热血 肝又是需要大量阴血滋润的 现在你这肝若太盛 这个肝若 热血 灼伤了肝的阴血了 因为热血 伤筋 这个是一个中肌 给你们讲的很基本的一个致病机理 所以它这儿是可以这样的 所以一旦伤了 那么损伤了 耗损了肝阴 当然就要引起什么了 肝阴虚了 当然要引起肝阴虚 肝阴虚症是一个专门的 前面肝育气 肝火 刺症是实症 这儿伤阴了 变虚医症 说 哎 这可以啊 这很容易啊 肝病里边很容易的 它解说肝阴 结 说 所以我们说治疗肝的时候 中医 以后学中药 方济 临床 医生 很多他强调 疏肝 行气 来清热 泄火 这个肝的药中间 很多都要加一些 揉肝的药 就避免 这些药物都有可能 结伤 损伤肝阴 它很柔 说这个阴柔的 这个肝为体阴 大量的阴虚 你就怕这点 被它损伤 所以肝肉 可以着伤肝阴 导致肝阴虚的 那阴虚了之后 可以阴虚阳抗 一般丈夫阴虚了 就是一个虚弱症 而在肝病里边 肝阴虚了 还可以肝阳片抗 而导致 是肝阳上抗的一个 专门阵形 形成了本息标时的 肝阳上抗症 所以它还要形成那些 悬晕 脏痛 耳鸣 烦躁 所以这些病症 三个都说肝风 内动症 就剩下一个什么了 热疾身风 一般而言呢 干预化火这个热 还不至于 热疾身风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干预化火火热 赤身这个是什么 化了热 烦躁易怒 是这个表现 还没有说一定要到高烧 高热 你二七二九了 化了个火 化到高烧没有 热疾身风 要高热 繁着干净 才抽动身风 那个就是多半 可能外感的热疾了 温热病 所以它那有可能是另外的问题了 或者直接刚才我们说 就是感冒高烧 烧到惊觉 那个就完全可能给这的观念不是太大 所以你要想具体的病症 具体病 理论上好像看到这肉 肉就繁着了 就这样 这个要考虑一下 这些是一种 就肝病的阵型里边 你看 基本上就是说 肝病的阵型里边 除了与外感有关的肝气欲结 不是直接倒置而外 其他的都倒置了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什么阵 含至肝脉 那也是说的外感含邪 凝至肝脉 是 所以只有这种 他不是说直接由肝育气制倒置 这是肝气欲结症 我们说很重要一个基础阵型 基本上肝病都可以形成 对啊 可以形成 那甚至于我们说肝育气制症 还可以影响其他丈夫 出现一些病症 在这儿 我们虽然肝病里边没有讲 后面再讲丈夫 肝症里边 还会提到几个阵型 与肝育气制有关 比如说肝火犯 这个肝火赤胜症中间 可以火热 上溢 可以影响到什么 可以犯肺 这个大家在学中肌里边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用的五行的一个名称 牧火行精 学的真的不错 学的很好 牧火行精 所以我们这儿说是行精 肝木的火热 行精 因为按理说应该是金克木 金克木 现在肝精火热 赤胜太偏胜了 反五肺精的 给肺精加上刑法了 所以说叫行精 按理说应该是金克木 辩证的名称 在我们后面就专门讲 这个叫肝火犯肺症 并基上叫木火行精 辩证的名称 以后说这个就叫肝火犯肺症 火热太甚的 肝精火热太甚的 可以克瘦克血 那个时候就是肝火犯肺 主要还可以到这个时候 正是影响其他丈夫了 还有干育气质 最容易影响的五行上 最容易影响哪一行 土 丈夫上就最容易影响脾胃 因为肝属木 脾属土 木克土 现在欲解多了 克土太过 叫什么 就叫香尘了 克的太过 就叫香尘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人 勿忘尘土 主要 只能说 由于好像肝 脾胃 居中胶 好像是横过来的 他就横溢 主要 就这么一个意思 或者叫勿忘尘土 主要 或者叫干育尘脾 主要 用了很多这些术语了 干育尘脾 就病机上就这么说 那么在临床辩证上来说呢 用的分别是两个名词 因为在土来说 宗教的土 除了脾 还有一个胃 两者都可以影响 其中如果影响到脾 脾不能孕化的 这个叫 干育脾须 干脾不调 干育尘脾 很多这些名词 其都是一个意思 干育尘脾 就最直接了 这个名词 什么都说完了 干育尘脾 知将丈夫辩证的名称 后面说 这个叫干育不调 而如果说影响到胃的话呢 胃的功能 主要是煮 核酱 瘦 核酱 失禅了 这个叫干育不和 叫干育不和 所以在后面 再讲丈夫 监症里边 还有这么几个阵型 都与干育尾结有关 所以我们才说 干育气之症 干育尾结症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型 非常基础的一个阵型 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控制 可能发展形成的一些 病机关系 病症联系 很多很多了 所以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理解它 作为肝病的一个基本阵型 是干育尾结 说干育气之症 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这就说 作为肝病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就把握这么一些肝病的内容 这是五脏里边 作为五脏的病症里边 第四的一个阵型 比较 第四的一个丈夫的病症 肝脏的情况 最后作为五脏的病症里边 第五的一节 是吧 这个肾病变症 那么肾病变症的 临床疾病的范围里边 在概述里边 我们要复习的有关 肾的一些生理功能 是吧 那么这些生理功能 当然我们说 也是在中医基础 已经给大家讲到过了 作为肾的最主要的生理功能 应该说最主要的好像还是这么两大方面 肾主藏经 肾主水 说肾主水 其他的就是一些开窍了 骑滑了 等等 应该说最主要的是这两个 但是这两个功能里边 特别是肾主藏经 那么这个功能的话呢 应该说 他就有 运用范围很广泛了 那么涉及到的临床的疾病病种范围 就很多了 那么为什么教材上在说 他的常见症状里边 要涉及到的范围有这么多 那就是由于这个肾长经里边的话呢 我们最直接容易想到的呢 是这个经世纸的生殖之经 所以肾主藏经 也就肾主生殖 需要 也说到他的这个功能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一般说到肾经里边 容易想到的 肾主藏经的这个生殖之经 所以与生殖功能有关 所导致的生殖功能低下障碍的 男女 许多方面的一些疾病 都可能归结于肾 这个人是 哪怕不是学中医 中国人一般都好像熟悉的 知道生殖功能低下了 那是肾虚 知道是肾虚 一说补肾 就是有一定目的的 补肾壮阳 是啊 就说要提高生殖功能的感觉 这就把这个我们中医说的肾长经 把它这个概念的话呢 太狭义了 狭隘了一点 是啊 所以我们教材上也写了大量这部分的病症 其实除此而外 我们说肾主藏经的功能 还有一部分应该是什么 这个经是什么经 先天之经 主管什么的 促进人体什么的 生长发育的 主管人体生长状老乙的那个最根本的一个物质 那个经 那么它的功能 如果失调 所能引起的临床表现 就应该还有很大一类 一些什么症状 小孩的生长发育不良的各种症状 应该要考虑 主要是从圣经方面去着手治疗 属于生病 所以这一类的 我们说都还没有明确的这种提到 这就很多欠缺的 这个小孩生长发育不良的性门持病 吃无软 智力低下 这些很多了 那么这可以 这只是小孩 成人呢 早衰 成人已经长成了 那么圣经虚了 头发早落 早白 剑王 恍惚 发落 齿窑 牙齿松动 脱落 疼痛 早摔 老年痴呆那些症状 来得早 等等等等 所以应该说 这儿都还有很大一类症状 在这儿我们说教材都还没有 比较明确的提到 所以我们应该注意 这些病症 中医总的应该主要从 这个肾 属于肾病的范围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其他的一些的话呢 说是与圣藏经 经能够入养这些官窍 所以这些方面官窍 腰为圣之府 开窍于耳 齐华在法 此为骨之于 圣祖骨 所以才说所有这些症状 都与肾病有关 都与肾病有关 所以这儿也与 曾经这个功能有关 又与他的这些功能系统范围有关 很多的这些病症 都还有很多 这儿举了这么一些例 比如说说一个二变失调 那二变失调 小变失调中间就有什么 避力不尽 失尽 易尿 夜尿频多 清肠 龙臂 太多了 这儿一说就太多这些病种范围了 所以这是第二 第三 那才说肾的功能里边说的 生理功能的第二大部分 说肾足水 肾足水 对于水液代谢 它是最重要的一个战术 靠肾阳 增腾气化水 所以水肿的病人最重要主要考虑是肾 当然这儿还包括了水液代谢功能失常而引起小变异常 所以有的时候很难截然划分说这个组症状应该是哪个功能的失调 反正应该说肾病来说没问题 这些要考虑是肾病 当然只能说像水肿这种的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不能说唯一的水肿都是肾病 中医比如说还说皮了 皮肤韵化很常见 肺当然是更为特殊的一种 皮就比较常见比较多了 所以这儿是第三的一方面 水肿要考虑的 最后第四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呼吸的功能的一些异常 中医认为与肾有关 肾主腊气 这个肾主腊气在现在的生理功能里边作为单独的一个功能 说要肾主腊气 以前说呢这个肾主腊气也是从这个肾经 风肠这儿来的 肾要肾在下胶 下缘 气要射拉进入下缘 所以又再引申出来对气的一个收藏 这个作用就引申为这个肾主腊气 肾主腊气 所以呼吸方面的一些病在中医看来有特点的了 一些慢性久病客船 你就不要只是去治疗这个肺了 宣肺止刻频船 结果止不了 补肾腊气频船 结果才起作用 所以这儿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客船主要定位在肺 上次我们在讲文诊不是说到一句话吗 客船主要是肺的常见症状 但是五脏皆有 五脏皆令人克 非毒肺也 内经有个这就著名的一句话 主要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在下面肾的一些病症里边 有些就主症就是靠的这个 但是它和肺有什么差别 肺的生理功能失调 也可以导致呼吸 嗑喘这些异常 而肾也有异常 那么它们差别在哪里 功能上是中肌给大家说 它主要是在蜡 去防止呼吸 这个表浅 那个是功能上这么说 现在就要看临床的病了 怎么来判断 这个呼吸客船是肾的病 比较重要的症状在这了 呼多吸少 排除的气多 吸入的气少 这是深呼吸比较不够 吸不下去 深呼吸刚吸进来 出去 那一类的 那就主要是肾病引起的呼吸功能 一些异常的病症了 你就要考虑这个 如果只是肺虚引起的那些哮喘 客船 它就没这个特点 是吧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呼多吸少 特别重要 是吧 特别重要 加以注意 这就是常见症状里边 注意的一些分析起来 注意的 其他的病理的特点 我们就下次再说了 今天就讲到这 好